那所以我請教一下張主任就是 作為父母親對於小孩子 這樣的事情 應該又有什麼樣的態度 我覺得如果小孩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我們真的要相信小孩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會選擇相信老師 想說那是老師耶 怎麼可能 然後加上是會用 不是啊 這就是母女之間會在聊天而已啊 對 那我覺得父母親一定要相信小孩 並且要告訴小孩說這不是你的錯 告訴小孩這不是你的錯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曾經碰過 就是有家長來跟我們申訴 九年前他的兒子被性侵的事情 然後我就去家訪 我去家訪的時候看到他們家的茶具上面 有一疊簡報 他蒐集了九年所有失對身性侵害的報紙 他要告訴他的兒子說 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受害 然後這不是你的錯 這件事情對他的孩子的人格的健全發展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他的孩子讀小學 然後當時其他的家長都覺得男孩子受害很丟臉 通通不要告 那這個家長鼓掌難明 所以那時候球隊解散 校長退休 就當作沒有這件事情了 然後那個老師繼續在某一個私立大學當副教授 然後九年後呢 那個爸爸就擔心說事隔那麼久再提告不曉得有沒有用 所以他就打電話來找我那個詢問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 我後來我就跟爸爸說 我說九年前家長做了這個決定 小孩沒有辦法 可是今天九年後這些孩子長大了 有的念高中有的念大學 他們可以為自己決定要不要站出來說 那如果 因為九年前的事情你要搜證很困難 所以都是要靠證人 那如果其中有一兩個小孩 願意承認有這些事情的話 其實成案的機會就會很大 所以我覺得值得去賭 並且我會覺得為了避免這個 狼狮繼續在傷害其他的幼童 一定要提告 所以我們後來就提告 那提告的過程中在警察局跟在 檢察官那邊就是 我們陪那個男孩偵訊 那個男孩的整個表現非常的穩定 他雖然會有一些焦慮 可是整個人非常的沉穩 甚至我們也讓他知道說 開庭的時候出來作證的同學 可能有些人不見得會說實話 可能有些人還是會袒護教練 袒護老師會否認 他對於這些事情後來真的也發生的 沒有每個人都承認 他也不會覺得被背叛 所以他整個人格發展 跟他的求學過程都非常非常的穩定 那我覺得這個爸爸很了不起 他準備的那一疊的簡報 來告訴他的孩子不是他的錯 然後他還自己去法院 看那個訴狀的範本 翻法條寫告訴狀 要為他的孩子討公道 因為對這些孩子來講 為他們討公道 對他們的傷 創傷的療癒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就跟他的孩子討論 要不要告 他的孩子說要 他才打電話給我 然後旁邊就有診斷證明 九年的精神科的診斷證明 恐慌症跟憂鬱症 你知道嗎 是爸爸 爸爸 對 因為他的兒子 他很心疼 也很自責 因為當初他的孩子念小學 念半天 就是放學回家吃飯睡午覺 然後老師開車到他們家門口 要接小孩 媽媽說練球的時間還沒到 就讓孩子睡晚一點 我們練球時間到了再送去 可是爸爸說老師都開車到門口了 怎麼可以不要 對 就讓小孩被接走 那接走就是受害 所以那個爸爸就是很自責 很自責 很嚴重 對小男生 對 那這個案子我覺得 很慶幸的是 到後來有六個人說有 所以就成案了 然後也判決有罪了 所以其實受害者很多 六個 六個 對 其實應該是十幾個 可是出來開庭 承認的 找到出來開庭 讓承認的有六個